新北市新泰温载尊地区地势低洼 为了解决在地长期集盐水的问题 这一次的重化工程 在主要的干道下 设置了罕见的四孔排水香函 期盼透过这一套全新的排水系统 强化当地防灾韧性 一解新装泰山的盐水之苦 亲自走的洞内是查工程状况 由于新北市新泰温载尊地区地势低洼 每到台风每雨季节 总会出现淹水状况 以前这里更是被人家称作烂泥巴地 如今新北市长侯友宜 为了改善当地排水打造韧性都市 于是就在温载尊重化地区 主干道下方设置跨度18公尺 高1.8公尺的排水香函 这将衔接新装泰山排水系统 把雨水通通排入柜子坑西 排水香函大概可以达到 38个奥运国际标准游泳池的 这个排水量 那也有所有座的制洪池 那尤其我们今天来看的是 四孔排水香函 这在全台湾很少见 排水香函犹如城市防洪制水的动脉 施工团队在全区的主要干道下方 布设排水香函 总长度达28.9公里 大约为国道1号台北到中立距离 目前已经完成45% 未来还要陆续串联全区共12座制洪池 提升排水效益降低洪风瞬间流量 双管齐下缓解烟水问题 最重要是解决洪风瞬间的雨量 带来的灾害 那希望我们这个工程能够完成以后 就解决直入温宅劲 也解决新装地区的积烟水 另外市府在建设地方时 也从民众角度出发 将优先施作公园建设 供民众休闲使用 透过调整重化区施工顺序 让民众对地方施政更有感 谢谢大家收看张远杰 新北市的参考我们的